作曲 李宗盛 就算跌倒也不会把手放开 旋转的轻盈纯白 跳跃在闪耀舞台 鲜花会在掌声中如意盛开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勇敢说出心中对梦的期待 相信踮起脚尖能触碰心海 换成星光为我而来 就让未来到来 别曾命运进来 青春或学着带 拥抱未知精彩 就让未来到来 不要害怕失败 让世间的内海 因我而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两个过来吧 凌晨 你最近怎么了 状态这么差 我是凌晨 排舞附中今年的应届保送生 从洛桑到巴黎 从莫斯科到纽约 跳舞 拿奖 在母亲的安排下 我成为了人人羡慕的舞蹈天才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已经被这种安排好的人生 压得透不过气 我要实施我的逃跑计划 于老师 凌晨之前的脚伤刚好 状态还没恢复 你再给她点时间吧 时间 你们以为时间还很多吗 你们以为你们能在舞台上跳几年 你们以为一个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 又能有几年 于老师 凌晨 不要因为你保送进了海舞 就可以懈怠 进了海舞才是真正的开始 我明白了吗 以后在学校教我老师 今天到这儿吧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好 这就是海舞啊 我一定要努力加油 我是石小春 今年的应接一考生 来自西双版纳 我从小热爱跳舞 跳舞让我感到快乐 因为这里有海舞 我梦想的学校 我马上就要和我的网友 金刚老芭比见面了 他也是今年的一考生 海舞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什么是快乐星球 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未明湖畔的野孔雀 金刚老芭比 我叫洪娇洋 以后你叫我老洪就行 你好 我是石小春 网友面积成功 走 我带你去酒店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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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 我们考海舞的学生都住这儿 离得近又便宜 上 老板 开个房 开个房 一百一天住几天啊 三天 三天吧 顺利的话我们再续住 考哪个戏 芭蕾 身份证拿了吧 给你 好 学习资料 要不要 要 谢谢啊 油盘二百 扫码吧 那我不要了 这可是我们家镇店之宝啊 出事所有的剧目示范都在里面 只要掌握了这个 过出事不成问题 你 跳得可真好啊 她叫凌晨 外号天鹅王子 海舞副中最强的天才宝松生 九岁就拿过欧洲芭蕾舞大赛少年组冠军了 这个女孩呢叫余漫漫 是她的舞伴 也是宝松生 据说俩人青梅竹马一直搭档到现在 默契超凡 再看你付费了 付什么费啊 走了小孔雀 身份证还没拿呢 我看你们俩人美心善哪 就打个折吧 五十块钱 房费一天一百 一共三百五 行救桑马 我要了 别听她的 奸商 我骗你们干吗 我们家开店二十年了 好了 谢谢啊 优盘房卡生产证 谢谢啊 好 你好 爸爸 小春啊 住得怎么样 还习惯吗 和室友还合得来吗 合得来 特别好 我们俩现在已经是亲密战役 这次你去海城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你可别忘了啊 爸 你都念叨一百遍了 巴兰亲 巴兰亲 爸 是你女儿考试重要 还是你偶像重要 你还想跟巴兰亲比啊 能不能完成任务 是的 保证完成任务 这还差不多 你在干吗 我 我在写舞蹈备用录 吃饭了 吃饭了 别再吃了 你今天卡路里已经超标了 嗯 我吃饱了 进入了海武 你要知道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明白 那我进屋了 你要去哪儿 我出去透透气 我出去透透气 就在校园里转转吧 明天还要助考呢 早点回来 知道了 他跳得可真好 老红 你说我 老红 你说我 明天就考试了 不行 我得再去练练 抱下佛脚 明天所以说哪里 太帑了 那是行了 您就好像那样 你怎么吃的 他在哪儿 啊 两个 viel 她才演成 你嫌你 不够化 我转发 你把咖啕олог 我长得 这个动作 抬高 二位设 专注 走 走 指尖太高 你 你不是那个视频里的王子吗 我叫凌晨 你是海武的学生 我是来参加易考的 我就说嘛 这海武的门槛也不至于这么低 你一定要好好考 虽然你也考不上 跳得好了不起啊 我一定会考上海武 光会说可没有用 加油吧 什么 人家怎么这么烫 天哪 我不在心 别紧张 别紧张 那我走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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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来 加油 加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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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 你多少号 我三十二号 我三十二号 对不起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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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的是 都好厉害啊 那是 这可是全中国最好的舞蹈学院 当然是我吴唐龙了 你怎么也来参加考试啊 我说你怎么也来参加考试 我爸妈 非说我是海武后街长大的小孩 这祖坟上啊 就一定冒着舞蹈家的清烟 硬是让我过来试试 那大家都在热身 为什么救你不动啊 来都来了 见招拆招呗 老虎 咱活动 请二十一号到三十号的考生 做好准备 你看那个人 是不是昨天你视频上的那个什么 什么天鹅王子啊 什么王子 我看就是个死天鹅 昨天你不是还崇拜人家吗 善变的女人 那是我昨天演习下 三十号 三十号考生攀攀 看盘 在这儿呢 五秒三十号了 走位 盘盘 这样压一下 压一下 之前老师不说了 看盘 好 是我 怎么了 我 我隐线眼镜戴不上了 这看不清怎么跳舞 你不用太紧张 放松下来 我帮你 来 谢谢 谢谢 好歇了 你跳舞练习的样子我看到了 跳得很好 加油 这人品看起来也没那么差嘛 一位 二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六位 好 速度准备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收 好 所有人右手扶把杆 五位 站好准备 五 六 七 上 好 收 来 这位同学 请自我介绍一下 老师们好 我叫孙谦 我来自深圳 为什么选择报考我们海舞呢 因为我想当中国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 好 这位同学 自我介绍一下 老师们好 我叫石小春 来自美丽的西双版纳 你为什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来报考我们的海舞啊 因为我觉得跳舞 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 我爸爸说 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要来海舞 所以我来了 好 行 那就这么定了 咱们赶紧把出事的名单公布一下 等等主任 您 您看一下 三十二号 石小春 我觉得这孩子还挺有意思的 今天这么多考生 就他一个人说 跳舞能让他快乐 我觉得他这份单纯的热情 挺难能可贵的 我们是不是再留看他一轮啊 这个孩子我记得 民族舞出身 基本功一般范儿也不正 考民间舞系还行 考芭蕾 会不会有点太弱了 余老师 您说得有道理 这基本功弱呀 可以教 但有些东西啊 是教不会的 主任 您说呢 既然林老师这么说 咱们就再留一轮 下一轮看看 万一是个好苗子呢 我要黄金针 借过眼 借过眼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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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们 我过了 那是我的名字 我过了 你在这儿 我看到了 小春 小春 他老婆 太高了 老婆了 多谢了你的右盘 既然咱们都过了 能一起去吃个饭 怎么样 我向往海武食堂 已经很久了 走吧 哥请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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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 开饭了 多吃点 多吃点 嗯 别玩手机了 赶紧吃饭 吃吃吃就知道吃 我是头一回见到学武的妹子 像她这么能吃的 干饭让人干饭魂 干饭让人才是人上人 懂懂 懂懂懂懂懂 懂懂 对了 话说你们云南人 是不是都会孔雀舞啊 对啊 我们云南人不仅啊 学孔雀舞 还有宝石剑绳 激毒知识 野生菌识别 对了 还有大象驯服与其成 真的假的 小布 你傻吧 人家云南人 就一定要会跳孔雀舞吗 那我们那某人 岂不是要骑马上学 我就是觉得吧 他要真有这些课 我还就真想上 还能不能摸我呢 我可没骗你啊 我是真的会孔雀舞 石丽萍老师来了 你这 石丽萍 你这鸡腿有水到我身上了 那陪你一个鸡腿 一个鸡腿总够了吧 陪你自己吃吧 那给潘潘吧 谢谢小春 才过初试就这么高兴 还有我的要求 真是越来越低了 什么野鹿子都能来考 一堆废宅 什么意思啊 说谁野鹿子 初试的最后一名 还有心情庆祝 不过也对 你们也就是来陪跑的 选手罢了 满满 你凭什么那么说 看过我们跳舞吗 舞蹈师们高级的艺术 不是谁都配跳舞的 你们对舞蹈 连点最基本的敬畏都没有 还想进海舞 你说是不是连辰 我撑好了 我们怎么不会跳舞了 我们只要想跳舞 在哪儿都能跳 王子和公主 这么拽的吗 人家血统纯正 瞧不上咱们野鹿子也正常 无所谓了 什么叫无所谓啊 我们就要考上海舞 就是 那个凌晨也许不是那个意思 不管了 咱们明天先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 好好考试 不争馒头 争口气 好 对了 咱们给我们的小队起个名字吧 对啊 人家都叫什么 正义联盟 复仇者联盟的 咱也起个霸气一点哪 废柴联盟 废柴 废柴 他们都说我们是废柴 废柴怎么了 废柴也是木头 也能生火 我们就点燃这把火 照亮全宇宙 嗯 说得有道理 来吧 一二三 废柴联盟 加油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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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 然后这一 一三 二三 谢谢 有 我要看 非常感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不好意思 死天鹅 你怎么到哪儿都能碰见你呢 我真等你 这应该是我说的吧 你也喜欢巴林青 是我爸让我来的 我才不会跟你喜欢同样的人 也是 以你的水平 确实欣赏不来巴林青 你 凌晨 该去学校住考了 妈 请允许我在心里这样教您 而不是像平时那样 只能称呼您为于老师 四岁那年您就让我开始跳舞了 从到以后我一直尽力做到 你期望的一切 永远都是别人口中的模范声 而我一直没有告诉您的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已经感受不到跳舞的乐趣了 我不知道自己跳舞是为了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除了跳舞 还能做什么 我心中充满了疑问 我为什么要跳舞 我只能跳舞吗 而我到底是什么人 在麻木中起舞 是不可能会跳出好的作品的 我相信你也同意吧 我决定出去走一走 外头更广大的世界 可能才会由我所寻找的答案 而到那个时候我才会明白 凌晨是谁 跳舞 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忘你了解 辛苦了啊 不客气 他不认真的好有气质啊 我特别喜欢他 不客气 拿来 东西呢 你干吗呀随便翻我包 我说的是书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不给我惹麻烦你就难受 八连亲的那本书 记走了呀 记走了 记回老家了 拿反了这才是你的 不就是拿反了吗 我不跟你计较 重点不是那本书 是里面有我的护照 我没发现里面有东西啊 会不会在你行李里啊 好了 确实是我拿错了 你这个 是我的 对不起啊 我是真的没注意到 里面有东西啊 那么厚的一本护照 你看不见吗 我不是都跟你道歉了吗 那大不了 我爸收到之后 再给你寄回来不就行了 你现在道歉有用吗 再说了 我一会儿就要坐飞机用呢 你那么着急去哪儿啊 肯尼亚 肯尼亚是哪儿 一个可以洗涤灵魂的地方 几天了 我要考试了 我先走了啊 谁要吃 坐吧 怎么了 没事儿 没事儿 好 今天是咱们海武八零五专业的副试 只有通过今天的考试 你们才能拿到海武的文考证 你们好好发挥吧 来吧 岳老师 我来说一下考试流程 我们今天的考试内容 是寄信舞蹈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 有可能是外国古典 外国民族 中国古典 中国民族 甚至是流行音乐 这场考试不拘泥无种 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我们准备开始吧 请你们按照你们抽到的顺序和题目 依次上场就可以了 第一位考生开始 家里 你可以的 嗯 考试时间三分钟 时间到了我会按银的 小冬军怎么还没来 不知道 我刚刚问他的时候 他说已经在路上了 你看 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扒来捂着 海武是他的母校 这就是你考海武的原因 嗯 我爸年轻的时候没实现的梦想 我想替他完成 潘班这是撞枪口上的 确实挺难的 好 虽然有失误了 但是我看整体感觉还是可以的 失误了还能接着跳 不乱 心情挺稳 不走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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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还来参加考试 准考证 哦 对 我记得在包里怎么找不到了 好 不说我为难你啊 没有准考证就不能考试了 小春 给 准考证落车上了 谢谢啊 准考证 我能进去参加考试了吗 考试已经开始了 现在不能进去 会影响其他人考试 拜托通融一下 我路上突然有事耽搁了 你就让我进去吧 这次考试对我很重要 求求你了 好 余满满 你让进去吧 我得问老师 我说了不算 怎么回事 里面考试呢 说话那么大声 老师 这位同学来晚了 我正想问问你怎么办呢 中考证我看一下 同学 你迟到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原则上是要取消你考试资格的 我 我 老师 你就让我进去吧 这次考试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 求求你了 老师 他迟到都怪我 不怪他 你说吧 凌晨 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我把他的准考证拿走了 所以他才迟到的 我已经给主任 还有老师发短信解释过了 老师 你也帮帮忙吧 好 那我知道了 你也别着急 这样吧 等所有人都考完试之后 我再跟系主任请示一下 看怎么安排你考试 好吧 谢谢您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您啊 好 今天考试结束了 等一下 有个叫石小春的还没到是吗 凌晨给我发信息说 因为他的原因迟到了 想让他接下来再等一下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迟到就是迟到了 各位老师 石小春同学 是因为我凌晨的个人原因 导致他缺席考试 恳请各位老师 再给他一次机会 迟到半个小时以上 不允许考试 你是助考 难道不了解考规吗 我已经把消息 发给了系主任 系主任是知道的 而且我们学校张神有规定 只要能够在考试结束之前 告知紧急情况 老师是有义务 让学生参加往考试的 我再一次恳请各位老师 让石小春同学 完成这一次的考试 既然你已经跟主任报备了 我看还是考一下吧 我们于老师啊 平时是最稀采的 万一录掉一个好苗子 错过就可惜了 是不是 于老师 我们学校招生工作的大原则 就是为了给孩子提供 最好的考试服务 与考试环境 既然孩子们 最后一课都赶到了 咱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我觉得 好 盛小春 不要浪费这么多人 给你争取的这个机会 盛小春 还愣着干什么 准备考试 好 加油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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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考试结束了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可以退场了 对了 刚才谢谢你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连试都考不了了 咱俩加个微信吧 等我回去 尽快把护照寄给你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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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